大家好,欢迎回来,这里是Chinix 我们在这个上一期呢也是应该是发生了一点小意外啊 我是应该是没有记错的话 应该是在前面的这个楼梯的地方 明明是在检查武器 然后我说这个在视频节我也是说是说这个发生了录制意外 这个当时呢也是其实是什么呢 是我的这个就是 是我的这个视频啊 它是就是只有声音然后画面是应该是发生了损坏吧 所以说也是没法 就是等于后面的东西都是都是没有等于是白露了 这个也是向大家抱歉吧 这样呢我等于是在在演示一遍吧 基本上这个我是从那个检查比酒的地方来了以后 前边这边有一个物品这个物品这个是什么呢 这应该是一个人性吧可能没有记错的话可能是一个人性物品啊 然后呢 然后这些鬼魂我们尽量先不要管他 然后从这里跳下来 我们再往前面走 哎 这边呢又有一个物品 这个呢 哎 这个居然他能躲过去哪 另外呢这个物品呢是应该是一个戒指 刚才是有人从下面打我吗 他掉了一个物品 暂时的一个诅咒 这些鬼魂他们都是会掉暂时诅咒 所以说也是不用太担心吧 就说比如说我们这个暂时诅咒 快运光了怎么办 呃 不出意外的话 就是说在你运缸之前 应该是能打到新的 这个实体上他应该是掉了一个 宝贵牺牲戒指 这个戒指的作用呢 也是 还是要从这里掉 呃 作用就是说是 呃 基本是牺牲戒指的一个升级版 就是说你死的时候是不会 也不会损失灵魂 同时呢 同时还会解除一个诅咒 比如说你是忠诅咒死了 他这个还是会 会自动把你的诅咒给消除掉 哎 这样我们看一下啊 这边 从这跳了 哎 可以看旁边有些鬼魂 这个鬼魂我们可以暂时不理他吧 哎 基本上这就是 其实是在这个上期视频结尾吧 我们基本上是miss的是这么些东西 呃 另外呢 我现在保险点 现在再喝个药 啊 另外上一期等于是这个 打到这个这个王陵的这个巨石刀啊 这个刀呢 我还有一点是没有说完 呃 记得当时是 我是说应该是说他这个攻击力挺高啊 但是说他有一个缺点就是 他这个复杂参手 大家可以看是一个E 这个E的复杂参手也就是 基本上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属性啊 对他这个攻击力提升可以说是微不其微 呃 你要想升级呢 我记得我一周末是打出来过 他升级是要光辉星石 在初期你要是能打的话 还是比较好用的 但是在我们现在这种等于是比较靠后了 再打出来的话 你升马的级 他这个攻击力可能也比不上我 就是一些就是其他复杂参手比较高的东西 但值得一提的是呢 那这把武器呢 呃 因为他属于亡灵武器 所以说我们就算是可以看 现在我们是属于这个使用的暂时诅咒状态 这个也是可以打鬼魂 但是我们要是说这个诅咒消失的话 可能是打不了鬼魂了 但是我们用这个亡灵刀是可以对这个鬼魂 就是就算不中诅咒也是可以打到他的 所以说也是这么一个好处 呃 这就是这个亡灵刀 那这样我们再换回我们这个武器来 然后上一期呢 由于这个怎么这个游戏啊 也是没有 他是由于是及时的自动存档 所以说这些miss的东西 我等于是 有这有一个应该是有一个过程动画 这个过程动画我是没法给大家看了吧 基本上是等于是在上期是在这个应该是守护者吧 穿的这个红袍这个人 从他那拿到一个封印钥匙 可以看一下 应该我们找一找啊 哎 这把钥匙写的是这个水门的封印钥匙 我们把这把钥匙呢 等于是可以打开这扇门 这扇门打开之后推动这个摇杆 这不能叫摇杆 总之是这么一个机关吧 然后呢 这扇门会打开 这个下边大家可以记得 在上期结尾的时候 下面都是水 现在可以看这个水已经是放开了 也就是说这个门开 把水都放出来了 哎 看这边是不是比较眼熟呢 这边实际上就是一个这个飞龙之谷 之前是来过的 等于是等于是之前的地方 这里又连起来了 一般情况下等于是哎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这个过程中化 我们现在呢是每分看 因为我是这个上期的这个绿枝啊 整体也是再跟大家抱歉一下 哎这样等于是开启的这个封印钥匙 来到这边这边的话 哇 哎 这儿照个尸体 这个尸体呢 他掉应该是掉一个弓箭 新的弓箭 你看这我们先拿着一个长弓啊 哎 这个有一个复合弓 这个弓呢 怎么说呢 其实这个游戏中啊 他的弓应应该也是分 大家假如要是看这边这个武器类别的话 游戏中写的武器类别 他只是分弓应该还有大弓 就是之前最早的有一把应该是猎龙大弓吧 哎 总之是这游戏中给的分类是有两种 但是呢 实际上他这个普通的弓 还分这个应该是短弓跟长弓 短弓呢 他就是特点是射速较很快 但是射程比较远 比较短 长弓的是射速比短弓要慢 但是射程很长 总之是这么两点小的区别吧 这把复活弓应该是短弓 攻击的这个频率啊很高 他主要是适合于怎么说呢 适合于这是比较近距离的一个这个 比如说就是PAP啊 你比如说打着打着突然说把这个弓打 你再给打人一下 当然说PAP你打弓 我觉得你会更好一些 总之这个两个弓也就是这样 可以看一下 他的一个附加参数 比我们这个长弓加持要稍微低一点 因为长弓他有一个S的米 也附加参数 复活弓呢 他只有C的一个敏捷 也附加参数 但是他也附加在力量上 可以说 假如说一个纯敏捷的build的话 这个 这个复活弓到后期 还是会被这个升马 这个长弓要比下去 所以说我只选了长弓 这样的话 从刚才这地方来一下 下来之后是 这个地儿应该是 这等于谁 可以看这上面这个封印 我们是从人是坐了这个电梯下来 远处这边我知道有个物品 这个物品应该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盗贼的骑士套装吧 总之是非常的 应该是一个布甲套装 总之是青鸣青鸣套装 防御很低 因为考量的内容容很多 我们先不过去了 这样的话 这边可以看这个有一个敌人 已经是杀死了 这个 大家就不吃掉好了 然后接着是这么走 这个路上 就可能这边有一些 可能有些物品 就捡没捡 应该是已经捡了 然后接着走 走到这儿 这儿呢也有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我是特意给他杀死在这儿 可以看这边有个尸体 这个尸体上应该是有一个物品的 但是呢 我们假如要是上来直接捡这个物品 然后这边 看见这个敌人死的这个位置 这个人死的位置呢 他等于是 他一般就是站在这里 我们假如要是去捡尸体 他就过来会直接偷击我们 假如说运气不好的话 他就会等于是白打我们一下 明天是我们在捡尸体 没法取消这个动作 所以也是提醒大家一下 接到这个地方 我是建议大家是直接是顶盾 把这个敌人呢是给他引过来 把这个人先杀死 然后再捡这个物品 这个物品应该是一个零物物物物 或者是斜行使的 总之不是非常的重要啊 然后再往前呢 这就是基本上是我上期这个 就是发现我这个录制的 也是坏掉的地方 所以说大家也是没有miss太多的东西啊 感觉还是还可以 这个前面这儿呢 这个地方啊应该是我记得是一个雾门 这个雾门基本上开之后呢 往前走 可以看这有两边 其中一个敌人呢应该是从这边 可以看这边啊 我弓箭描这个房间里 应该他貌似是从这个房间里出来的 等于是然后大家再看这边 这边有一点 所以说这个房间呢 这个敌人还是蛮多的 我也是就是提供大家注意一下 不要冲得太靠前 这也是新的这么一个敌人 这个敌人呢 他的感觉上是一个黑骑士吧 就是感觉跟黑骑士比较像啊 而这个敌人他也是掉落蝎星石块 就是说 比如说是另外一个游戏中 是等于是刷这个蝎星石的一个 比较重要一个地方 所以说大家看我刚才 等于是对他虽然招架 因为这个确实是我这个这个地方 我是打的也是非常多了 因为是可以刷星星群吧 然后应该是杀死了两个敌人 然后呢 哎 这边远处 来了一个这个很神怒的一个东西 这个东西呢 哇 可以看他也是会一定的这个远程攻击啊 嗯 我建议假如大家要是不熟悉的话 就是像我这样直接用这个弓箭远程从这个来打死 嗯 感觉还是比较比较安全的 而且呢 我这个弓由于是攻击力升的比较高了啊 但是这个他这个毛也是要注意一下 嗯 他的近战呢 比较烦人 因为有一些这个就是很不熟悉的近战攻击 嗯 假如大家要是没有好用好的攻击的话 可以来这儿 这个门呢 尤其是他体型比较大 他是过不来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哎 他这个毛又出来了 打一下 打一下 看看他的其他攻击 哎 这是他另外一个攻击 这个攻击呢 是甚至是喷 会喷到我们身上 然后我们会造成减速 并且会持续掉血 这么一个效果 也是非常的烦人 然后打死他之后给了我们身灵魂 远处的这两个骷髅啊 这也是我不太建议 就是第一次就是遇到他 能不能进展打 因为这两个骷髅 假如说我们能进展打 他这个自爆呢 还是会 还会对我们造成不小的麻烦感 哎 但是有一个物理碾上百平百的盾 是可以把这个伤害群体抵下来 所以说也是 不是说特别的 特别伤害 因为毕竟这个一个爆炸 不是 不是一个法术伤害 呃 这个这个接着往前走 房间 看啊 这边还有一个这个 类似于这个 这个敌人应该是不叫黑骑士 但是他叫什么 我觉得就不太 呃 不太不太清楚了 哎 他这个T要小一点 这个是对 会对我们造成一个耐力伤害 还是 还是非常的伤的 比较小惊吓 这样的话 他一个是掉1200经验值 同时会掉落7010块 这是一个基本上是最常见的掉落吧 然后他有一个非常稀有的掉落 是掉西星石板 哎 这边有一个人性 所以说这个地方也就是为什么可能是很多人吧 总是在刷西星石板的地方 嗯 这样可以看 这边有个电梯可以上去 然后这边是楼梯 哎 我们先关了一下身体吧 爬爬楼梯 哎 嗯 这个上边 貌似是没有敌人啊 这样再看一下 这有一个 一个 云热的地方 哎 这样 从这边是发现这个地方还是比较绕的 这样我们在上面绕一圈 绕到这边呢 哎 这可以上去了 然后这边有什么呢 也是探鬼 因为我也是必定 不是所有东西我都记得啊 这样还是保证几遍 都探索一遍 这边貌似是没有东西啊 这样我们可以接往上走了 哎 不错 这个箱子 这个箱子 其实也就是我们来这里一个主要物理了 看一下 哎 特大块的这么一个余劲 这个余劲呢 是也就是允许我们 这应该是在 就是在这个 Sense Fortress之前的一个铁匠吧 就是在去森林之前的铁匠 哎 是他吗 应该是他吧 呃 是允许我们是强化这个武器 加到强化到加15的这么一个武器 的一个铁匠 也是非常的 怎么说呢 感觉上是游戏中最强的这个武器吧 可以说就是这个了 呃 这边 可大家可以看对过啊 对过实际上是我们等于是来的地方 大家要记住的话 这个房间呢 应该是等于是有这个鬼魂埋伏 然后这边看这边有一个鬼 这个尸体上应该是我们之前拿了一个招架匕手 等于是这个地方这个游戏啊 可以看设计的还是怎么的 哎 设计的挺挺新还是说挺挺感觉是挺挺特别的吧 就是说哎 我们是走了这么半天 然后发现又回到了之前的地方 当然是现在目前尤其是这个距离比较远 一定能跳过去 只不过是哎 这感觉上这个黑眼之空那个游戏啊 设计的还是很不错的 就是很多情况下你是可以看到就是你之后会走 就拿到地方这样我们省个时间吧 直接跳起来 你就这样哎 虽然没有掉血了 这样的话等于是刚才是从这边右边去上走 然后看一下左边 左边有个电梯 哎 好这个想起来 这个电梯呢 我们要上去的话 就等于是来到了我们之前这个最早 最早是应该是 就是说有这个鬼鬼魂埋伏的那个房间里啊 可能是先当是一个捷径吧 这个就是不给大家演示了 假如大家说哎 到后期比如说要出现可能意外就死死了 想回来 这个电梯呢 哎 可以用电梯 当然呢 还有其实还有其他更简单的方法 啊 这个远处哎 这又有一个骑士 这样我们看看能不能先对他进行个偷袭 嗯 哎 这个明明打到了呀 哇 这个头上插了两根箭就过来了 跑 哎 刚才这个骑士 他是等于是放了一个四 呃 那么四连击吧 这个四连击也是一般我等于是来这边刷骑士 一般我都是刚才是实在是 等于是技术也是吊炸 招架是都失败了 呃 一般怎么说呢 要是求最效率的杀法 基本还是一个招架直接杀死 呃 然后我死的最多的就是直接死在他这四连击上 现在可能防御率比较高看不出来 因为我原来 我衣装目打的时候是穿的还不是这个哈维的这个装甲 所以说是经常是被他这四连击搞死 也是注意一下 这个骑士其实我们呃背刺也是比较比较好背刺的 他是感觉上比这个比黑骑士啊 比黑骑士转身就是转身速度要慢很多啊 所以说感觉上背刺还是很挺好的去背刺的 哎这样的话这边又有一个灵魂的问题 嗯这边应该是有两条路走啊 这样我们先走这条路吧 先但是呢这边其实这个敌人也是很多 我们先看一下不要这个意外的引到口袋底 哎目前没有啊 然后这边大家可以看这个墙貌似这个画风也不对啊 咱们打一下 这发现果然是有假墙 哎这样我们还是把这个这个骑士引出来啊 这样的话我们这个呢 就给大家看一下这个背刺 我感觉这个这个骑士背刺还是 感觉还是比较比较好背刺 我们可以看就是基本上围着他绕很容易 所以他转身啊感觉上是特别的麻 所以说也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大家要是说招架就是没有信心的话 直接是被刺了 因为是比较 嗯就是比较安全的打法 这边是有一些这个 一些水眼猪 这个猪的应该是应该是进行别具用吧 就是去侵其这个奇葩人 其他世界这个我也就是不 不顺利就去 哎这个攻击是他一个 是一个这个抓拿攻击 这个攻击呢也就说是哎 他使抓拿攻击的时候 也是一个这次的好机会 他使抓拿攻击的时候是 哎是无法防御的 而且我们要是不幸被吸到的话 会吸到会减一点这个人性 可以看现在我们现在是4点人 被吸到的话可能3 也是比较比较危险 但是还是比较好躲的 这个就是大家记得不要不要顶顶的 所以是防不住的 哎这样的话从这边这边呢是等于是又又回来了 这边是这个飞龙之谷 哎我们可以是哎打下这龙 但是他貌似是哎没有理我们 啊假如说我们要是有什么急事会想回去的话 从这可以跳下来 但是跳起来就上不来了 所以说我也是不给大家演示了 哎这样的话 等于是这边啊是等于是回去的路 然后我们接着我请走 嗯刚才我知道是有一个这个这个骑士杀死之后这边有箱了我们都拿了 这个箱子应该是施星石块吧 哎果然是一施星石块 不是特别的重要啊 就是说这一项是一个隐藏的地方 一定面对一股墙 假如说我们要是哎 密死了其实也没有太大关系 这样前面的道路在应该在这里吧 刚才我们是从这边 也是从你看从这边过来的 然后往那边等于是绕了一个绕了个路 然后从这边上上台阶 哎可以来到这儿 来到这儿呢这边又有一个这个很恶心 这个一大坨感觉像是 哎 看这个骑士他是会把这个 我应该是黑魔法盾之类的 好像是一施吧 这个盾他是一个 我记得的话 这个远程应该还有另外一个骑士 哎 对吧 就已经引到了 引到的话我们往外引起了 因为我是不想再战斗这个 这个大块的这个 感觉是一个冥魂式的东西啊 不想再把这个其他的骑士引到 哇 这个好吧 哎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喷毒 这个喷毒还是非常的 不想反映一下 哎这样呢 我们直接是看他这个血块不多了 直接是换成双手 错 但是先消灭掉 可以看这边那个骑士也是被 不幸飞的引到了 哎 你能掉这个 你掉啊 我也是比较 比较天真 希望他们掉一个石板 这个也是 感觉是激励特别低啊 我原来是 因为我一中 等于是到后期时代是被灭的不行了 人师查各种资料说是 建议就是说来这里是多刷一刷 把那些武器装备啊 都给升满了 然后我也是在这里一直的刷 最后是感觉上这个掉落 真的是非常低啊 感觉上你刷个 一个小时能刷到一两刷就不错了 没这样的话 往前走 这边有个 注意头目 这边我记得的话 果然还有一个 过来啊 这边也什么都没有掉 这样我们可以看这边啊 这个是这个boss战呢 实际上怎么说呢 这是之前 我们在这个教堂上面 等于是有一个这个 应该是封印着还是守护者 他是告诉你 说是你需要一个这个 一把戒指 等于是这个 现在我们是没法没法打这个boss战 因为你要是没有这个戒指的话 这个boss战你是 可能是你进去就直接会死掉啊 那这就没有办法 这样的话 我们等于是 先给大家演示一遍吧 基本上这个 这个地儿叫小龙龙一记 基本上这个前面 就是这个死亡的boss了 现在是没法打 但是已经是 可能是已经演示到这里了 其实呢 我们要是一会儿想回来的话 还是不能简单吧 就是到后面 往后面点下演示 然后还有最后一点 我只要提醒一下 这个地方呢 我们往上看 实际上这个上边呢 是我们之前来的这个 就是鬼魂特别多的地方 我不知道可不可以看见 哎 其实这边 这个地方实际上有鬼魂 假如说我们之前来的时候 这个鬼魂没有杀干净的话 在这个房间里 它是有可能会出现一两鬼魂 会跟过来 非常的危险 因为我们来这儿的时候 基本上这个暂时诅咒 肯定是效果已经消失了 这个时候你要是说 打着一个黑骑士 然后这个叫黑骑士 我也不知道叫什么 然后再打着刚才那一大坨的 那么一个东西 然后再让鬼魂 给你最后边 后边挠两下 基本上就很危险了 所以说也是提醒大家 就是这个地方是有可能 你在之前这个鬼魂 要是没有杀干净的话 这个地方是有可能出现鬼魂的 也是小心一下 现在让我们用一个这个小黑鬼片吧